好了,早晨,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新一節師兄陳述 今節就講一些鞍的歷史 第二節,因為很長 他那兩大篇,看到我真是很瘋 我才看完還要寫出來再消化完才可以講 第二節,上一節就講了一些鞍 五類型的鞍,造型的分別 還有要用什麼物料做 去到開始,鞍就會有些要求 或者在配戴供奉上有些需要 還有什麼特別 為什麼要帶鞍才有奇怪 首先就是,鞍呢 如果你正在請的那些 我上一集講的那些 即是講那些古老的東西 不是講現在新潮的東西 全部講古老的東西 今集講古老的東西 不過我沒有那些東西在手 因為我真的沒有供奉鞍這個東西 鞍就不可以跟神佛放在同一個水平 我相信所有網友都知道的 我想不會你走去把鞍放在神壇上 除非如果你是戴一些配戴型 但因為我講那些古董的鞍 就好像配戴極都不細的 即Size上都講半隻手掌最基本的 所以我相信不會放 但為什麼不可以放在神佛的同一個水平呢 其實他們作出解釋就是說 其實鞍如果放在這些地方 是會將他的力量慢慢日漸減退 將他的力量減退 將他的力量減退 因為相信鞍的屬性 其實就不屬於一些 叫做正法東西 我覺得 即我這樣覺得 這個就是個人見解 因為如果不是屬於正法東西 你將它放在那個壇上 那它就在抵消它 即我之前有些網友都問過 那些鞍牌或者古曼可不可以放在神壇上 那其實就算那隻鬼不走也好 它力量減少 因為你一正一負 即我不是說負是差 正是好 總之你正負根本上就是 在天然自然上面的分野 那一正一負 你就在抵消 對方 大家對方對等的力量在抵消 所以無謂不要將它放在神壇同級的地方 最好放低一些 或者放開它 不要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抱歉 而呢 傳說 很搞笑的 這個傳說 如果供奉一個鞍 如果它供供一下之後 或者你帶出街 然後你回家放下之後 那第二天為什麼不見了 這麼奇怪去哪裏呢 那麼 它的傳說就說 你可以去回家那些 即它附近的那些櫃桶 去找 去找回那隻鞍 看看能不能找到 尤其是在那些 擺底衫褲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找到 因為鞍是有一種 強烈 被這些東西吸引的一種傾向 這些是因為一些研究 學家說的 那麼我看看可不可以將 那條連結放回 在那個秘訣裡 你們不順利自己看看 因為我也是照樣說的 不過我是將它譯了 做我明白的東西再說 那所以呢 既然它這樣有一個傳說之後呢 就發現一件事呢 就開始明白呢 就是 為什麼 經常都跟人說 那些鞍是要擺在 掛在腰 不是戴在頸 即是如果你要戴外 所以它鞍很多時候 就弄了一個圈在那裡 那因為以前那些人 穿一條那些粗的繩子 就真的好像褲頭帶一樣 縮在腰上 好像當皮帶扣那樣 那樣 這樣擺在腰上 那源於呢 就是因為鞍呢 所說的 男性呢 啊 之前有個網友問我 他問我什麼呢 他問我什麼呢 他問我是對 酷神理 他說問我怎樣 我忘記了 但我想他如果有看 他會之後 他會理解我 怎樣回答 就是正式呢 如果你說一些鞍呢 最好是放在褲袋 即是不只是腰 最好是放在褲袋 越接近你的生殖器官 越好 女性呢 亦都可以放在一些bra裡面 或者呢 都是可以 如果女性有穿褲 有褲袋的 那你亦都可以放近那個袋 那所以呢 所以為什麼會有些女人 因為酷神理物一男一女 亦都因為相信這樣之下呢 所以很多時候就產生了一些 對鞍呢 他那個供奉要求 那因為 他本質上是需要這樣 那你這樣供奉 那慢慢就開始出現了 另外一些的需求 那所以呢 有傳說呢 即是鞍呢 如果你不戴的時候 就最好是找一些 就是 不過我真的覺得是 有些 我不會說 不過他就這樣寫我這樣說 他說最好找一些 沒有洗的底褲呢 拿來供奉 我不知道他包著他供奉 還是放在他前面供奉 總之是這樣供奉 因為呢 他說鞍呢 對一些這樣的 身體 分泌出來的體液啊 氣味啊 甚至乎 最好呢 就是可能搞事的時候 那些體液呢 他就特別喜歡 可以令到他呢 更加增強他的法力這樣 所以呢 所以呢 為什麼 可能有些網友覺得奇怪 平時師兄陳述的那些 佛牌是會拆出來 為什麼這個 我一直都放在一個袋裡 這個牌呢 就是 我朋友呢 就在 廬師昆皮手上請的 最後一對這一個版本 那 而這對版本呢 不賣的 不用問我幾幾千 也都不需要問他 因為他都說明不賣的 那 只是給我拍的 那因為在師傅身上請的 那因為經過廬師昆皮用過 亦都是供奉過 所以就可能 索了很多路士昆皮 供奉的一些 那些 那些 好東西 所以呢 我不想拆出來 所以 你看我就是不斷的 用個袋裝著 我就不想拿出來 這樣的原因 因為我又不是我的 如果是我的 可能我會照樣供奉 但我又不是 所以就免得了 不開出來 那好吧 繼續說 一些古老的鞏的做法 都是跟現代的鞏是截然不同的 那古老的鞏的做法呢 其實就是 需要向一些叫做古廟 我想以前不是叫古廟 總共是一間廟 在廟裏裡面的一個井 一些廢棄的井裡面 去召請的 那所以呢 現在呢 基本上 如果你說要再製作這些鞏 其實比較難 因為好像你所說的一些 他講的古廟 其實那個古廟 是說大城府古跡的那些古廟 因為他當時拍出來的照片 是說那些地方 因為那些地方 基本上你行人都免進 只是遊客進去看 還有一定有導遊帶著去看 去看說 因為我那次去參觀的時候 連個翻譯 他進去都不跟我說 他不會解釋裡面任何的東西 因為呢 大城府古跡裡面 有個類似條文 就是呢 他一定要用它裡面的一些 那些叫做什麼 導賞團的一些領隊 去帶一些遊客看 解釋的 其他任何 如果你有泰國人進去跟朋友 如果那個是遊客的話 你在那裡指指點點說裡面的東西 那好像說有那些叫做 是不是叫做 總之有些警察 但是指定是裡面的警察 會給告票的 那所以呢 它裡面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說再想進去開崗 就不要做夢了 那因為是古跡 他要求的地方是古廟古跡 那在一個廢棄了的井 就是那些巫師就會用一些咒語 試圖就在一個井 裡面呢 就引一些這樣的力量 進入這個鱗裡面 那其實他所說的力量 他沒有說是靈體啦 沒有說是任何東西的 他只是說力量而已 一種這樣的能量進去 那我相信你喜歡 當他是靈體就好 可能因為其實靈體的層次都分很多種 不是我們經常所說的鬼 就是可能他是分 分門別類了很多一些 是很有力量的一種力量 湧入這個鱗裡面 而當他開崗 如果他能夠引動到這些靈體 從這個井裡面 進入這個鱗裡面 那當時他就應該會感受得到的 而通常要去做這件事的人 他只可以一個人而已 因為他要當時感覺到之後 他要閉目冥想去觸及感覺到這個鱗的存在 然後去跟他溝通 但是當時旁邊是不可以有其他人出現 那為什麼他要在一個井裡面呢 他就相傳因為井是可能人類那些精神力量的文明 因為始終你以前沒有井就要去哪裏打水 那個湖打水 後來才發現有井這件事 因為水是我們生命的力量來源 所以井的力量來源都很強 所以他特地要向這些地方去找 但是他說明是要廢棄了的井 他沒有說我正在用的井 那所以呢 為什麼這樣呢 他沒有再深入去探討 他只是這樣說出來 我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而呢 好像剛才所說 五種的鱗裡面 後來就演變了 開始演變了 現在我桌面上這些這樣的 酷神力 酷就是祖師 神力 就是我們常說的人緣 人緣祖師呢 其實藍那個就不是叫波靶 或者是波鱗 其實叫做 鱅鱅 鱅鱅西西西的鱅 很不知怎麼寫的 藍鱅 女的那個叫尾巴 有人說什麼尾巴 是什麼蝕俗 不知道因為他所說是叫尾巴 那你就照說 如果你覺得他什麼蝕俗 你就說他叫什麼把或者什麼鱅 沒什麼所謂 那就是尾巴 因為他真的這樣譯出來 而這一種造相呢 其實就是 當鱅進入了一些 慢慢進入了一些 現代一點的時間 那因為那些師傅知道 人是需要些什麼了 那因為跟以前 傳統造鱅那個 那樣的 要需要 想的需求上 是大家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呢 就將他改變了一個形態 就將他出現了一些男女 一男一女的祖師 的人緣祖師 一個酷 這樣去演繹 那這些就是一些叫做近代少少 但是他的近代少少 講的不是很近 即不是講的你現在幾十年 他講的有些都是幾百年前的 因為他的照片 有些是那些鱅都 都不是講這些樣子 很久的 江頭啊 這樣都有的 所以呢 就不要想著 總之我這兩集 講的那些鱅 就不是講的我們現在 坊間見到的鱅 講的是古董來的 真是一些古董 所以呢 我沒有請啊 可能我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沒有請到 那這節就是第二節 分享 那之後第三節 繼續講 多一節 應該可以講完了 訂閱星塵士的頻道 下一節再聊 拜拜